你怎麼一直在吃啊 還吃 還吃你到底在吃什麼啊 我都覺得 吃不停的病啊 你覺得什麼吃不停的病 你又不是貴買啦 貴買長不停啦 而且除全期 行期 還有戲 可是美中芯片上 再升溫 但還好 AI財擴散到 網紅族群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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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月光仙子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你是月光仙子 為什麼 月光仙子 為什麼 又是美少女戰士啊 要幹嘛 因為我要代替月亮懲罰 沒有啦 因為美中芯片在戰了 所以我要來維持世界和平 維持世界和平 你為什麼看起來很像泰妹 怎麼會像泰妹呢 我們真的 我們剛才來討論一下 你跟前一個主持人 那個有點氣質有點 不太一樣 欸 就是 怎麼 你想說什麼呢 沒有 氣質不太 你的氣質更出眾好不好 就泰妹的氣質好不好 好來 除全息含其 還有戲嗎 欸 貴買展不停啦 重點是美中芯片上 再升溫啦 當AI題材 欸 已經擴勝到 網通族群 這網通族好強喔 好不好 今天聽說台股展不停 所以要吃什麼 吃浮盛亭 浮盛亭 等一下 浮盛亭 我看到沒有 浮盛亭 來 放大 看不到 謝謝你 看不到 算了 謝謝大家 今天這個吃 來來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來 吃浮盛亭 我看到沒有 浮盛亭 來來來來 來吃一下 這個好不好吃 欸 你知道嗎 最貴是腰內肉對不對 對 沒有 差不多一樣價錢 我們是開運租 跟腰內肉 都是227 那哪個比較貴 我記得有部位比較貴 因為玉凱 他不是有些部位 最貴是腰內肉是不是 還是什麼 通常是腰內會比較貴 嗯 可是萬聳架是一模一樣的 可能你的油比較少塊 嗯 對不對 分量而已 欸 腰內肉比較煩 大家覺得腰內肉比較好吃 我反而覺得腰內肉不一定好吃 你要吃那種杏子豬排啊 或者是浮盛亭啊 我覺得你不要選貴的 因為通常越貴的肉 他反而對豬排而言 他是越油的 喔 越肥的 所以 我噎豬了怎麼辦 欸 我要問你這件事 加這個醬就好吃嗎 我覺得還好 我也覺得還好 你覺得還好 我以前小時候吃才130耶 福盛亭啊 嗯 那我都吞錢要吃180了 說實話 我覺得杏子豬排比他好吃耶 是不是價錢比較差 你杏子豬排比較好吃 你也覺得好 杏子豬排比福盛亭好聽 怎麼辦怎麼辦 難不然你覺得很難過 我們不好意思齁 我們這個 那個餐廳我沒有業配的好不好 這實在話好不好 實在實在話 而且他這個高麗菜很好吃 這個高麗菜很好吃啊 我喜歡 這個高麗菜 嗯 這一樣啦 好乾喔 這個餐廳我覺得還好 沒關係 希望台股長不停啦 希望台股長不停啦 我們請叫三個分析師啦 來 第一位 江國中 江國老師你好 記者豬排老師你好 大家好 剛剛玉凱老師說 他很久沒有吃炸的 我也是 那也是喔 我大概只有兩天 兩天沒有吃炸的 哈哈哈哈 哪有兩天 前天剛吃完炸排骨 然後呢 這個 豬排這樣子吃 非常的美味 嗯 一看一看吃炸喜歡吃炸 我以前也喜歡吃炸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 年紀越大 吃炸的 吃完以後 越容易頭暈 就是 真的是 就是比較 負重就是會覺得 頭腦不清醒啦 油的問題 油的問題 然後另外 針對喜歡吃炸的人來說 其實杏子豬排跟福正廳一樣好吃 哦 這某些杏子豬排比較好吃 今天吃就知道了 炸太乾了 這個就這樣不行 好不好 沒關係我們請叫第二位啦 也是吃東西的大師級的 不過 江陽老師我們先看他的line 來 小老鼠 WIN 58899 好不好 小老鼠WIN WIN嘛 贏的意思啦 好不好 江陽國中老師 這樣支撐分析師 技術派也是非常厲害的分析師 我們請叫第二位 對美食他是最厲害啦 好不好 也是非常重量級 重量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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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級的分析師 歌 歌唱比賽之王 林玉凱分析師 老同學你好 謝謝 那大家會以為這個 我們影片跳針了 對好 那今天 來玉莉姐叫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小凱老師 還有歌唱比賽之王 他說以前要出道啊 什麼棒棒堂啊 棒棒堂 你真的是棒棒堂嗎 原本有要去海拳 你要講的是原本嘛 對不對 原本 老犬是他同學 哦 對同班同學 大學同學 他買了藝名叫藍犬 藍犬你好 藍犬媽媽 哦好 這好笑 沒事很冷啊 你繼續說 好 那因為其實福盛廷 他本來就是比較平價啦 所以說當然在這個 美食的堅持上就會還好 還是有差 杏豬排比較好吃對不對 對啊比較高級一點嘛 那其實我本身是喜歡吃腰內肉 因為我們講說缺什麼就補什麼嘛 我本身是腰 算蠻結實的 所以說我就吃一點腰內 補充一些脂肪 不是缺腰身嗎 腰身的缺腰內肉 對缺腰身 缺腰內肉 缺腰身 缺腰身 要是有腰身 那我第一個給你吃好不好 謝謝 那你補一下好不好 謝謝 阿姨君還可以吃嗎 還不錯喔 還可以 但是忍掉了 忍掉就更不好吃了 對啊 我就忍掉 你才不好吃啊 剛才你還提到我 我本身要加這個醬 這個還有醬你知道嗎 這不是醬 結果不是醬 那果凍啊 然後我們來吃看看果凍他好不好吃 不是果凍 好不好 居然有果凍 老師我沒有叫你要試吃沒關係 你要這麼好 直接打開 我幫燕麗姐吃吃看 嗯 茶凍 好吃的話叫我一聲 他可以吃 茶凍 不是 他會說 你知道燕姐 你知道醬粉他會說不好吃嗎 因為他可以他可以自己吃 說不燙不燙 不好吃 你拿過來我幫你吃 好不燙不燙不燙 好去吃 沒關係 我們給小涵好了 你很誇張 而且中午還在跟我說 要改什麼月亮蝦餅啦 都是為了他啦 對啊 真的 就喜歡吃月亮蝦餅啦 月光仙子啊 月亮蝦餅 而且今天老師也喜歡吃月亮蝦餅 還不錯 泰國菜嘛對不對 你有吃過嗎 好像你有吃過一次 有啊 有吃過一次 好沒關係 來 玉凱老師的line 小老鼠WIN16888 所以很簡單兩個都是WIN 只是後面的差別而已 小老鼠WIN1688 或掃QR code 是 這是跟大家講 玉凱的分析師 選擇也不錯 來 第三位 盧燕麗老師 你好 老師好久不見 大家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是個善良的人 所以呢 包括上我們福利社 因為老師你這個星座 你那個日期 出生日期的人都很善良 我知道跟你一樣嘛 對 同日啊 對啊 所以其實包括上這個節目 或是上其他美食節目 通常呢 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會說這個東西 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的意思就是 還可以 還好 那我跟你比我不善良 我跟你比我不善良 我都直接嫌 我都直接講真話 對啊 對對對 人家也很辛苦 辛苦啦 好 點到即時了 對 很辛苦 愛告訴你 所以今天是還不錯 呃 我今天還沒吃啦 但我之前吃過我覺得 還不錯 還不錯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同意思嗎 還不錯是一分的意思 很好是兩分的意思 很好是可能三分五分 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很好吃 還不錯就最低的分數 沒有啦 我們來看下單元 來 三大保證 先來看一下我們福利的三大保證 沒有推量小的股票 也沒有去配合主力 這絕對不會的 然後尤其不知物行銷 我們不會食物 尤其食物這些 我們就是很忠實的講 如果哪一天真的有 有置物性行銷的話 業配的話 我們也會老實講 好不好 這是業配喔這樣 那跟大家講 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福利社的 保證跟大家講 好不好 我們最近點閱率也不錯啦 好不好 雖然沒有燕麗姐點閱率那麼高 是啊 可是我們點閱率要跟他學習 是前輩 可是我們最近點閱率也不錯 好不好 這個慢慢這樣子 這樣大型的產品節目 穩定上升 也算不錯了 謝謝大家的愛好 好不好 來來穩定上升 節目有好幾萬的齁 這個 當然跟燕麗姐還是有點差別 還是要強調一下 對 可是謝謝你們的愛好 我愛你們好不好 是的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有請江江老師 這個我覺得不錯吃啊 最好吃的是這個 還好吧 咖啡丼 這不是咖啡丼 那什麼燕什麼丼 那種 就是以前那種 菜燕 對阿 菜燕啦 菜燕喔 名叫菜燕 菜燕嗎 這個很好吃 你亂講話 硬姐不要給他 我不是太喜歡 是 好 真的變成美食節目了 好 那個貴買長不停 今天的財經大頭條呢 有點頭大 因為外資賣超的幅度有點兇 待會跟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不是休市嗎 什麼這樣子 美股是休市還休客 休市 休市是不是 賣那麼多 外資賣那麼多 人家國慶日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不是變國慶日 我們先看一下外資好不好 是我忘記講的 外資在賣幾億 今天看一下 今天外資賣了130億元 可能應該是今天有個 這個四星創業的利空 所以可能賣的 因為他高價嘛 他賣的張數稍微多一些 金額就變大了 好 那什麼利空 什麼四星什麼利空 中美貿易戰對不對 對 中美晶片戰了 老師來看一下 今天開盤之前 傳出一個美中晶片戰 AI不過今天開盤 世新跟創意跌得蠻慘的 不過收盤的時候 漲幅都收斂了一半以上 你一拳我一拳 到底是誰打誰 打到什麼時候截止呢 美中晶片戰寫劉成河嗎 看起來有點聳動 好了那近期美中晶片戰 持續上會 其實好像不是只有晶片戰 是不是從好幾年前 就一度打到現在 從川普那時候 對 目前看起來是應該會打不停 整個受到中國商務部的稀土 這個禁令的影響 傳出美國為回應中國 也來了 甚至中國使用亞馬遜 微軟等雲端服務 這個就很大條了 目前別的感受是很大條 不過待會我有獨家的見解 整個市場預期說 如果美國持續的雲端禁令 開始實施 而且沒有立刻把它縮手的話 當然對供應鏈 會有直接的 這個消息面上面的一個影響 但是我認為 持續性的影響不會太大 我們看這個 持續性不會影響 對 我再跟各位做這個分享 你說這個 6月29號呢 美國擴大AI晶片的出口禁令 荷蘭也限制了半導體設備出口到中國了 之前荷蘭打敵死不從 受不了壓力了 對對對 所以被這個一個 張珠摩說什麼 半導體沒有全球化 全世界沒有 他昨天很生氣耶 對對對 所以可能會 訊息裡面也是有點 這個雪上加霜的這個感覺 這荷蘭是什麼 重要的那個 ASML 對不對 對 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的公司所在地 所有設備 最高 最先進的設備 晶圓半導體的設備 都是出自於 然後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雪上加中國商務部 有幾個簡潔的發明 規定8月起 要限制架子 等半導體的 關鍵性材料出口 不讓你的 貿易戰的反擊 好 那整個 我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上面的 頭條的highlight 就是說這個晶片戰 其實說 對這個整個AI的整個相關領域 像這個世新跟這個 這個創業的部分 因為整個我們看 我們之前有跟你講過 一個關鍵是說 今年整個科技公司的資本預算 本來就沒有很高 沒有很高 所以即使現在大家發現說 AI可以賺到錢 它要再投入的資金 目前是有限的 那你產出沒有出來 怎麼會有泡沫呢 我懂意思 所以你講話很重要 可是你看看這些畫面 這兩個人在吃東西 你不要說專殺 嘴巴剩什麼 你菜燕吃完 你根本就知道這畫面 他們兩個在吃東西 你們兩個在什麼 好過分 你們很專心 可不可以 人家講話也可以專心 沒有這個叫做認真 做什麼事情都很認真 它不是感覺就是好像在看電影 你知道嗎 邊吃東西啊邊看電影 很舒服 菜燕是不是好吃 菜燕是不是比較好吃 我知道它是什麼味道了 冬瓜茶 哦冬瓜 哦冬瓜茶 是冬瓜茶啦 我在嘗它的味道 對冬瓜茶 是不是好吃 不錯對不對 對燕莉姐這個你可以帶走 真的 女生會喜歡吃了對不對 冬瓜茶那可以吃吧 好 燕莉姐妳為什麼不吃炸 就是保持 難怪體態那麼好是不是 也不是啊 是因為我吃炸比較容易上火 上火會長痘痘是不是 還有別的啦 不好意思講 對 脾氣差 脾氣差 妳講人家脾氣差 妳眼睛是白色是不是 是 我的意思是說上火 會想到脾氣差 那個燕莉姐妳習慣她叫她講話 都是講出去然後都不懂 她會說什麼的 好不好 我突然發現有一個人便當快要嗑光了 玉凱啊 然後我還我只講到五分之一 太誇張了 太強大了 大杯真奶啦 一定要強調是四季春對不對 四季春 在下面 五糖的 等一下還會拿出來 好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以目前科學園區的看法就是說 直到明年的年初 其實資本公司的預算大幅度增加之後呢 明年AI的第一季 它的投資 這個投資的金額才會變大 你看喔 到投資產出的之後的需要時間嘛對不對 比方說明年Q1大舉投資 因為資本支出提高之後呢 它明年第三季第四季 明年下半 2024年下半年喔 它產出才會擴大 好了 當一個這個AI的產出有擴大之後 EPS開始往上做增加 其實那個時候呢 才會有什麼 EPS 比如說AI發展兩年之後呢 EPS不如預期啦 或者說股價漲高之後 EPS跟不上之後呢 會有本益比過高的修正 所以目前我個人認為說 因為AI整個投資的金額沒有很大 它其實佔整個市場的這個出貨 上數位公司 營收獲利的貢獻比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目前還談不上這個泡沫 因為真的還沒有看到這個很大的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時間可以拉很長的 我認為這個短期間的訊息 可以拉很長喔 對我認為真正明年 2024年的爆發率會更強 配合緊記的足底 復甦跟擴張回升之後 好 OK 那老師我們現在從這邊的話 等一下講到AI股 你要講人單股票嘛 企機跟新糖 在這邊的過程之後 我們先講一下大盤好不好 好 大盤是怎麼看 大盤這個這邊 OK 你看看可愛的我嗎 對 你看看可愛的我 你吃完了喔 沒有啊 我想問問題 我很認真在聽欸 怎麼你講話都有那個 卡糖就吃太甜的 還說咧 老師因為剛剛一直提到那個 世新嘛 因為找盤的時候 世新的話一度跌停 真的是不是要跑了呢 等一下你這個 你手那個是什麼 勾子是什麼 是虎克船長嗎 那個還蠻亮麗的 虎克船長 對耶 這個是月亮仙子的 這是什麼 這是福利社 有史以來我看過最亮麗的道具 好 對對對問題是什麼 再講一次 好冷喔 難道是新KY 要被勾子勾掉就沒救了嗎 一片即進 好啦 大家怎麼在 他在問什麼問題啦 他問世新今天開盤疊很兇 要不要賣啦 對啦 對啦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別停他 然後被勾住了是不是 原來是他把自己給自己勾住了 不是啦 世新聽到人笑話就掉下去了啦 是 今天世新開盤疊疊很兇 對有拉起來 你再燕妮姊 燕妮姊也受不了對不對 她說真的聽不懂 也不是 我覺得她很可愛啦 就她很認真啦 是你可以接受她 就是眼睛真的很白啦 不可以 他講話就是很直接的 可以接受 很好 很活潑 很好 你說世新怎麼辦 會不會 我們打換那個K線圖 我們剛剛講到大盤 你又給我回到那個AI去 其實你看 我一直要導引過程 這個世新漲勢過程中 圖形縮小一點點有沒有 都是沿著線有沒有 一路的頭頭高 底底高的這個走勢 都沒有問題 就說他這個利空下來 什麼時候才有機會盤頭 要跌破前提 這個低點要跌破 甚至這個低點要跌破 形成一個 由正協率轉成負協率 代表什麼 他的漲勢停歇 要進入中段的整理 目前看起來是 目前沒有這個的意思 所以期待這個利空能夠守住的話 假設他可以再過一次1925 他又回到什麼 偷偷高頂底高的一個 多頭的軌道裡面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可能整理時間 需要一點觀察 不過今天這表現 雖然是很厲害的 沒有開盤跌停之後 一路鎖到底 因為今天想必外資賣超的幅度 也是不會太小 好 小畢就外資賣超幅度也不太小 好不好 所以這邊就很注意 這邊剛好打到月線這地方過程中 基本上有手 好 謝謝老師 OK 我們來看 再晚點來講AI開地步 回來這個大盤 今天有一個 對 今天也是因為這個利空的影響 然後台積電開發也是跌的 然後今天重點是什麼 台幣 還沒有出現一個指貶回升的態勢 我們說這一波 這一波回撤 主要就是一個台幣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一個明顯的跌破 上來虛制線 或者說跌破這個前低的這個位置 所以目前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做等待 這所謂跌破就是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指貶回升 很明確 對 因為晚下是回升 回升之後 你要晚下以後 才確定這邊最高 就是貶到最低的地方 是這邊 3159 對 假設可以確認指貶回升之後 它相信外資賣超的幅度就會變小 甚至轉賣為買了 晚下是指貶回升 確定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大盤的K線 就說目前是這樣的原因 可是你看這個OTC 我們看這個OTC 我們先看OTC 非常之詳細 是說全值股在做壓盤 主要是外資在因為匯率的關係 它就主導 但是OTC 根本完全沒有在理會 全值股的整理 並先在噴出 特別特別請導播給我 OTC的日K線的MACD 它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我們是不是跟各位分享過 收腳跟這個翻紅 OTC 就一樣先落勢之後 在這天是不是明顯收腳 柱狀體的綠色K棒 比前一天 柱狀體變小了 就叫做收腳 收腳後 就是一個指貶回升的指貶這個訊號 它什麼時候會變成攻擊呢 MACD要翻紅 所以今天已經開始出現了這種訊號 所以我們認為台北股市 目前還在這個位階 需要點時間等待台幣指貶回升 然後由MACD確認收腳之後的攻擊走勢 所以我們回到上一章 我們剛剛特別幫各位準備了 我上次有跟各位講過說 這一波的拉回 我認為是做一個中段整理後 醞釀下一波更大急速噴出錢的整理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你看喔 這是目前日線對不對 好 柱狀體你看這個 線在零軸之上有沒有 是多頭 就是說MACD的線呢 在零軸上是多頭 那柱狀體由紅翻綠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意思 外支由這個 由買轉賣之後 造成的回檔 那目前已經收腳第三天 所以目前 因為它柱狀體離零軸還有點距離 可能需要五天 目前看起來 這個距離可能需要五天 假設五天後 它形成翻紅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就這件假設 假設五天後 MACD柱狀體翻紅之後呢 它是不是又形成一個多頭攻擊 收腳是止跌嘛 那翻紅是攻擊對不對 然後投資朋友 你看整個畫面 下一次台北股市的日K線 MACD柱狀體翻紅後呢 它會跟週線的多頭重疊 它也會跟12762 12600多點以來 七長以來第一次月 MACD柱狀體翻紅重疊 別人說什麼 這是從底部七長以來 首度看到日線加週線 週線加月線 MACD三合一同步牽手走多的訊號 哇 都翻多 對 所以我們認為 目前是要噴出之前 先蹲那個動作 蹲 然後配合台幣的目前是 這個之前是指生回扁的這個態勢 所以下一次 當台幣有大幅度的確認指扁回生 指扁回生 指扁回生 對 指扁回生的同時 往下是變成生 去翻查 台幣從之前的扁值態勢 變成重新回到升值的同時呢 會激勵什麼 外資 會重新買台股 那這樣的話 日週月 MACD同步走多 那個訊號對我而言 我是認為是蠻強大的 這個可以 投資者特別特別留意 下一次翻多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因為目前這個綠柱有沒有 離這個零柱還有點距離 所以目前看起來 以下慣性可能需要五天左右 需要五天左右 所以值得觀察跟期待 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緊張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一行情啊 那所以 我現在看到籌碼 外資賣一百多億 對 裕凱老師你確定這賣一百多億 你不用緊張嗎 你感覺 我是覺得不用緊張 因為其實當然這一波 從五月本波的起漲 外資是貢獻的蠻多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融券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呢 算是股東會的旺季 也是除全期旺季嘛 所以說融券大量回補 是很正常的現象 大家有沒有發現 原本補補補 補掉都正常 可是呢最近這個空單 有點死灰復燃的趨勢 原本說突破一萬六千點之後 這一波一千多點的行情 是一個軋空行情嘛 那軋空行情 其實慢慢慢慢消化 我們講燃料慢慢用完 可是想不到呢 這群空軍弟兄 死灰復燃 所以我認為說呢 他是在為下一波的這個軋空行情 再做一個醞釀籌碼的動作 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外 接下來的一個軋空行情 一個走勢在啟動 那葉莉姐你什麼想法呢 大盤這邊是不是該休息的 我想就算休息也只是小幅度的休息 那台北股市目前看起來 還沒有從所謂的多方整個 是轉空的這樣的一個跡象 因為外資就算賣一天 坦白說我們還是要持續看它 是不是下個 就是不知道這個禮拜或下個禮拜 會不會持續連續好幾天賣 甚至呢賣超金額越來越大 如果真的有這個跡象的話 才確定就是這裡的修正的幅度 會比較大 如果只是小幅賣個一天兩天 然後甚至又再買回的話 我覺得就是以一個 短線上的一個合理的修正而已 好就是一個小吵小鬧的一個行情 罵一罵 罵一罵又回來 好不好 這跟大家來講 那期貨呢 是 期貨 期貨今天有點緊訊出來 說這是一個蠻逼近一個零走 就是有多翻空的一個訊號 本來三萬兩千口 對 現在再變三百八九口 那會不會變空單 目前看起來 就是說 我們說 不能說不可能 對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就MAC的慣性還需要五天 所以這個觀察這五天後 五天之內 它的期貨的 你看你比方說 假設未來兩天 它變成大量的流空 那這樣可能整理時間就會拉長 所以特別留意一下 老師那有沒有可能流空 也反而是個買點 因為 就空單不完了以後 最壞就這樣子了 對 也有可能嗎 加速趕底 對 既然只能講到這個 請導播給我XQ的日K線 你看那個 幫我設月均線 然後地下 月均線跟季線 好季線多一條線 對 其實目前看起來之後 這邊是個大金X 就是說以慣性而言說 通常月線假設是MAC MAC22的話 站上月線是漲22天 它站上季線是漲66天 那現在月線點到時候 本來是它交代月線翻多之後 22天之後 進入一個休息 可是季的級數比月的級數 大三倍以上 所以它即便休息之後 底下還有季線撐住 所以即便它整理時間 太長一些些 那其實無所謂 只是它整理時間過 比較長一點點 季線還是有很強大的支撐 而且黃雲除旋席 還是在 還突破新高 對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快速看一下 剛才通膨還忘記跟大家講 就是通膨降中國升 因為除了AI 中美貿易戰 或中國晶片戰 其實中國也不是都只有壞消息 是通膨怎樣降 中國怎樣升 我們快速講一下 等一下還有股票 老師 OK 就是說我一直想不透說 為什麼我們都之前 已經有預告說 我們六月份就會看到 CPI降到4以下 可是FED的態度 還是如此的偏硬派 老師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那麼多 每個人都像你那麼多厲害 大家都不看福利社 是 謝謝 所以老師還是一樣預期 就是說通膨會降到4%以下 對 看起來會嘛對不對 對 然後不會升息 可是現在市場是覺得會升息 對 就是這個非常非常的詭異 就是說 明明我們預測已經到3.2 3.1左右了 可是他們還是市場的 大部分人還是認同 這個會再升息一馬的這個態勢 但是我所以 我認為下個禮拜公佈CPI之後 那個市場的反應 我認為這個機會是不太大 會改變啦 我也認為 老師我跟妳想把一樣嗎 對 會這個宣佈 不再升息 對 7月12號 7月12號 應該是8點半啦 對對對 來 7月12號CPI 沒錯 我有記日期耶 8點半沒錯 7月12號8點半 公佈以後 你覺得這個會逆轉 這兩個會逆轉 對我認為 這是現行利率嘛 這是在升一馬的利率 機率 對 是87% 不能再多了 不能再多了 因為你沒有理由 在通CPI公佈之後 比方要講 這是3.2或3.1之後 你還堅持去升息 因為他對那個 經濟傷害 原本有機會軟著陸會變成硬著陸 這樣傷害是滿大的 我認為 我也覺得7月不會升息 要也是下一次 9月老師 遮住一點點的 9月份的時候會升息 謝謝老師 而且明年拜登還有選舉 對 我認為以拜登的 以他的角度而言 他不可能允許FED 再持續再繼續升息 因為對這個經濟的傷害是滿大的 老師他為什麼全球股市再攻一波 就靠中國 好我們看了 我們記得今年 其實去年底11月12月的時候 他被股市漲的時候 到上海上升A股 上升指數 他也是有漲的 可是4、5月他比較弱 原因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 新訂單減庫存 就是說 新訂單減庫存 我們在看到4、5月的時候 也曾經一度算成 副指 就是說 他似乎還在之前去化庫存的 這個預期 不如預期 導致什麼 新訂單減庫存 新訂單減庫存 如果是負的 要嘛就庫存太多 庫存太多 要嘛就訂單太少 訂單不足 所以是負的 代表庫存太多 訂單不足 連續兩個負值之後 最新的數字是 新訂單減庫存翻成正值 而且是正到2.5這個數字 表示說什麼 經過兩次的庫 兩波的庫存去化之後 似乎已經看到什麼 曙光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訊號 新訂單減庫存是正值 表示 未來假設 下個月新訂單更多的話 庫存就不夠了 然後就開始要補庫存的 這個景氣正式進入什麼 復甦的階段 我都認為 今年2023年 第三季 第四季 景氣復甦的機會 是蠻大蠻大的 好 景氣復甦 對 然後我們一直講 景氣循環有個 景氣循環有個 四個面向對不對 這個衰退之後是復甦 復甦之後是擴張 擴張之後是被趨緩 趨緩之後才衰退 所以既然是 經過這麼慢潮的衰退期之後 看到什麼 復甦的曙光之後 這個復甦 絕對不可能只有出現一兩個月 所以我們對 今年第三季 第四季 是蠻值得期待的 好 是蠻值得期待 這個 加權指數跟 中國新訂單的 增減庫存 中國新訂單 應該說 中國的新訂單 減庫存 這是很重要的數據 老師你今天公佈好多東西 大家學到東西 對 而且這個中國股市 是目前 全世界股市裡面 漲幅最落後的 補漲行情 好 假設最弱的都能夠轉強 那最強的當然是搶跟搶 如果中國有補漲行情 老師以後我就叫你那個江部長 江部長 中國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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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錯 好 老師來 希望接下來就是 要愛江山 也愛股市 我們今天幫各位分享 兩檔的股票 來做後市的觀察 AI概念股 對 該講得久 對 除了美國的基礎建設 今年的 預估的經營 蠻不錯的之外 蠻驚人的 一兆一散 非常非常之大 重點是什麼 他剛剛有新品充入充電裝 而且是今年下半年之後 才會開始量產出貨 也是個起飛騎 然後 南科廠 今年也是Q商開始做量產 所以未來的營收 會逐步的往上做判升 那今年還不錯 五月跟前五月的營收 都是比去年成長了三成以上 技術面也是個底型突破 月季線出現盤整後的黃金交叉 我對這個長均線的經差 敏感度是滿高的說 他一定是經過什麼 長期的底部 打底完備之後 有一個突破 突破訊號之後 成立才有機會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這是一個很強大的支撐 所以我認為 越畢竟這個均線支撐呢 可以封地布局 那風險是不太大的 是 風險是不太大的 對 6285奇蹟 對 好 進來不錯喔 雖然今天是收上引線就有機會 對 但是也是創新高 因為我們之前 我記得維泰老師 有跟各位分享過技術系的教學 剛站上均線之後的上引線 就是類似攻擊這種訊號 對 聽他講過 老師你有認真 你有認真 很認真 你技術分析已經不錯了 你還吸收人家的技術分析 他說維泰老師來這邊的時候叫 剛站上去 剛突破新高的上引線 不用緊張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有月光先止 我是吸收日月精華 日月精華是不是 對呀 莫名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的覺得好笑 是 起雞 來我們來順便看一下 新唐 然後新唐你看 他過去半年 那一樣啊 兩個一樣 剛突破新高的上引線 對 他過去 他應該屬於比較消費性的 這個電子公司 那一樣 中國的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 新訂單檢庫存 翻了陣子之後呢 代表什麼 最慘的那兩季已經過去了 他也是一樣 切入一個 車用的新的市場 貢獻度 從今年第三季起 會逐步的放大 另外車用AI伺服器 簡單暢望 我們認為第三季 第四季成長 這個重回 成長的態勢很明顯 重點也是技術面 你看喔 我們把它線型黑線 縮小有沒有 剛剛突破135塊錢 代表什麼 底部正式剛剛成立 那因為機器還沒有金差 所以那已經等它回檔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會出現金差 一旦金差成形 那空轉多了 這個訊號 就獲得確認 我認為這兩檔 都可以長期來做關注了 好 都可以長期做關注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股票 貴美展不停 有沒有看到 有 我也學不停 你也學不停嗎 我覺得你是笑話鬧不停 鬧不停 AI題材 擴散到 網東族群 好不好 老師 剛才我還是有好奇 AI為什麼擴散到網東 因為以後還是需要 在網路上的一些 運算嘛 加強運算嘛 AI運輸需求大之後 它所需要的規格 傳輸嘛 傳輸的規格 就會往上做提升 都會做提升嘛 沒辦法 這些都需要 不論是我在玩雲端上的運算 或者是說 你要接收這些最新的 最快的一些Data 一些資料 都需要這些網通族群 好不好 這是開始慢慢擴散了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單元 熱門我最貼 先進光跟萬潤 先進光跟萬潤 老師你好 我們貼的兩檔股票 D檔是先進光 先進光有三個利多 就是說 它的測用鏡頭 今年底開始會逐步新的量產 另外打入這個Google 跟亞馬遜的一個 這個鏡頭的供應商 也是開始逐步的 這個出貨量會大增 那最新的訊息是 這個iPhone的16呢 會搭配潛望式的這個鏡頭 那也是先進光的配合廠商 那底型也是很漂亮 盤整突破 我們講什麼 月台理論 進入整理之後 哇這個月台有夠久的 那今天是正式離開月台 往上突破 確認北上的第一天 所以認為一個現行 非常非常強勢的突破 起場的股票 跟各位做分享 那第二檔是萬潤 那萬潤我們講 它是半導體的設備商 我們知道 所有景氣次產業的循環 最晚復甦的就是半導體了 那半導體的設備商 它過去兩季的情況 也是出於一個打底 那今年其實它的營收 上半年的營收獲利 其實都是比去年衰退的 可是在足底完成之後 特別是這間台積電 形成一個Coors 這個獨家的工藝商 這個代理工藝商之後呢 我們未來的足跡的成長 是蠻得可以獲得確認的 它現行也是一個底底高 頭頭高的這個 底底高頭頭高的這個態勢 我認為底部 信號非常的之強烈 老師剛才講的底底高頭高 底部怎麼樣 比底部再越來越高 頭部呢 也越來越高 就是頭越來越高 好不好 底底高 頭越來越高 頭頭高 如果是頭又大呢 那就是TOYOTA TOYOTA 看有沒有車店幹練鼓 沒有啦 這個很冷笑話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太極跟東哥有庭 來我們請教那個身材最暈襯 然後最會打太極的 還會後空翻的 玉凱 好 謝謝 太極當然不是這個啦 太極是什麼老師來介紹一下 來 太極呢我們講 因為剛剛剛剛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現階段 其實中國大陸也在對歐美國家 進行一個這個反制嘛 那當然就是說 主要就是限制這個 加根者這個半導體材料的出口 太極主要呢就是涉略在所謂的第三代半導體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題材就是所謂的太陽能 太陽能 我們知道說其實下半年呢 進入到所謂的這個大選之前的半年 其實相關這些節能 綠能這個政策性的這個利多 我認為說 未來還是有機會持續發酵 那同一時間呢 太極它還有一個額外的題材 有沒有發現那個6125的廣運 這個我們 對 廣運這一波其實走得很強 也是收回到AI成長的這個議題 那廣運跟太極他們其實有交叉持股 所以我認為說它也會有一個這個交叉持股的效益在裡面 如果有人說太極今天剛剛起漲 可以來關注一下 那第二檔股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哥遊艇 東哥你講有點一段日子 長久了嗎 老掉牙了嗎 老掉牙 沒有老掉牙 只是說如果是牛肉的話 我會說它全熟了 全熟了是吧 全熟也好吃 拉遠一點點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好 是蠻強的啦 可是你說老實話 就是這邊都一直在整理 這邊有創新高 可是這邊價格跟這邊價格感覺沒有差很多 雖然其實沒有差很多 也到600元的 老師你怎麼看 沒有錯 東哥遊艇其實從去年一路漲到今年 那當然最主要的題材 大家Google一下都知道 吃喝玩樂嘛 吃喝玩樂 吃玩樂的強項最強的 對 這邊來賓最強的 我跟你講 林玉凱老師說第二名 沒有人敢說第一名 真的嗎 謝謝 感謝大家 看行項就知道了 好 好 幹嘛你要幹嘛 瘦的 好來 我們接著我們要講 那東哥遊艇其實這個訂單滿到2025年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呢 他第一季的獲利已經達到7塊錢 他去年已經是歷史高峰 也才19塊 可是今年第一季就賺7塊 因為其實大家在排隊 尤其是這種高單價這種奢侈品 其實坦白講 他只會讓他的毛利持續做推升 他其實過去毛利大概40幾% 30幾% 今年第一季來到50% 未來說不定還有在往上成長的空間 因為他在等船嘛 等的不耐煩 那他服務的那些超級富豪 因為他最基本的船型 大概都是1000萬美元 1000萬美元 1000萬美元 聽說300萬不就可以買遊艇了 但是他是比較 他是做高級遊艇 高檔的 就只有哲哲買了 1000萬3億耶 對對3億啊 所以在場只有哲哲有辦法 我們一起我們共享啊 共享啊 共享遊艇 最好是買1000萬的 謝謝你高顧我 謝謝謝謝 不要亂講話 好不好 那所以說其實 他服務的對象 既然是超級富豪 就跟那個之前沒有表 沒有車一樣 我們就在家價買 玉凱老師 不要我吐槽你 你開的車比我好啊 沒有沒有不一樣 講不出來 我沒有funk card 我沒有funk card 好好好 你沒有funk card 我的funk card 也沒有你的櫃啊 沒有沒有不好說 我們是接送車 講不出來 買菜車 你知道他買菜車是什麼嗎 不要講好了 我們不要互相統對方的底線 對好 對 講不出話 重點是他的這個 其實毛利率還是有機會 再次往上做提升 那其實在操作面來說的話 其實東哥遊艇你可以發現 去年以來 你如果說要操作他很簡單 拉回均線買 對 對 deve發現他 越線這樣盤呢盤盤盤盤盤盤盤你看 你要是這點清楚啊 是這個 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階段進場 第一個你看 先看月線 因為月線一定在上方 月線破的看際線 哦 所以就只 psych看際線也可以嗎 看際線也可以 疊破月線就買點 現在可不可以 最後的買點是 See 兩階段加碼 对 原则上这一年多以来 其实月线季线他从来没有跌破过 好 对 最好就夹在这中间啊好不好 月线线这中间 对 可以参考看看 好 谢谢老师 这东哥有挺 可是 EPS 会不会跟本益比 我觉得是跟得上的 今年第一季就7块啦 去年才赚不到20块啊 28块 对 28 有机会啊 感觉喔 这样还好 吃完这本益比看起来好像还OK 20倍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好不好 谢谢老师啦 所以告诉我们这些 所以吃完这问一下 玉凯老师就知道了 玉凯老师不讲别人之前 要先刮自己的鬍子 还没讲一讲你就发现 车子比我好 真的是 好 来 四指跟鸿海 丁妮姐你好 好 我先分享一下四指 其实如果只单纯的看财报的话 大家会觉得四指真的买不下手 是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他今年第一季还亏损 是亏损0.14元 那去年也不过赚0.81元 它的股价净值也不过是在18块钱 可是股价涨到这个危机 大家觉得说它到底在涨什么 那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包括市值已经有的相关的题材 比如说像它旗下有所谓的 五大土地的一个开发的案件 还有呢 它也进攻了一些旅馆 然后保养品牌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旧的新闻 那比较新的东西呢 探权 那探权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不管是永丰鱼啊 华指等等 其实这些相关的概念股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探交易 或者是台湾的探权交易 其实就是目前是先喊喊 你说到底游戏规则是怎么样 其实都还没有制定 那我只能说 确实资金在关注这一块 那比较新的题材是什么 投信连续两天都买潮 所以我认为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波大概就是 投信对于AI概念股 真的是也拉到这个位置了 不知道要买什么啦 那看来看去呢 这个探权的概念股 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那就是轮展了一个格局 所以市值呢 最近就是投信在做 而探权交易所听说八月有望 对八月有望 可是就是坦白说 现在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 还不知道 但股票都先涨啊 都是先反应回来的 股票都是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先涨再说 所以谢谢艳丽姐 已经告诉我们了 投信有先买两天 不要展上去说我们不够意思 这是这个市值 今天是跳空展庭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 没有展庭吧 没有展庭 说错我看错了 是最高展庭 结果没有锁死 所以在这边你反而买得很漂亮 还压在刚好在这个月线之下 一点点很漂亮的一个买点 谢谢老师 所以艳丽姐 其实我蛮喜欢她的一个风格 她先跟你讲什么 先讲风险 先要一样 你先求什么 不三生 再求疗效嘛 对不对 好不好 是这样 艳丽姐你笑吗 应该是说我比较谨慎保守啦 我怕投资人赔钱啦 是 就是没有赚到钱就算了 万一赔钱来怪我 那其实就 对啊 对啊 谢谢艳丽姐啦 因为艳丽姐来录这些影 都是佛心来着啦 所以她觉得赶快 至少我们压力不要那么大 我告诉你风险啊 赔钱不要怪我们 好不好 真的 我们很努力的跟大家介绍 你看艳丽姐下一个就极有股 鸿海 说老实话 这个饭久了也是会赚钱嘛 最差就是买一个股力嘛 对不对 就跟大家讲 好 艳丽姐 鸿海谢谢 对 其实我想鸿海今天遭遇到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其实刚刚刚老师有讲 这波的美中的晶片战 现在已经延伸到就是有关于云端伺服器这一块 那如果对鸿海有研究的官方都知道 台湾的伺服器的最大的市占率的 这个第一名其实就是鸿海 那伪创啊广达等等 他们的市占率反而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鸿海今天短线上受到的压力 主要是来自这一块 那当然事实上大家会说 鸿海长期以来股价都 看起来本一比都很委屈 大概就是十倍出头 所以放久了 保证铁定转 我觉得这样的逻辑也不见得对 为什么 因为AI毕竟还是主流 那其实整个AI的营收占比 在鸿海里头 它的比例还是相对算是比较低一点的 其实我算过 就是它整个AI的伺服器占 鸿海的整体的营收占比 大概是不到3% 不到3% 可是鸿海就是 随便随便就是3000亿的营收 对 所以这就是牵涉到 因为它的股本太大 然后整体的营收也太高 所以AI占它的这块确实比较低 但如果大家要长线存股的话 因为基本上商教之下 它的本益比还是不是太贵 所以要存的话 我觉得慢慢存 不要用很纯的AI的概念股去看它 你会失望 我的意思是说 资金还是在伪创人保广达这个区块 或者是还有隐藏版的AI的概念股 但其实就是 你不要期待它会暴涨 但是你慢慢存慢慢存 我觉得还是会有收获 不要期待它会暴涨 当然也不太可能会暴跌 可是暴涩就没错了 好不好 这个股票有时候暴久一点点 暴涩暴涩暴涩 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概念股 热门我最贴 有没有学到 有 有学到了好不好 来 那现在你来讲一下 下个单元是什么 下个单元是股市甜甜圈 我先叫建谷帮你圈玉凯老师 你觉得你适合当那个吗 就是月光 月光仙子好像不太适合 你也觉得 月光仙子太美好对不对 好 来 玉凯你觉得她适合吗 我觉得她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阿姨古春宴来了 她这套衣服感觉很廉价 对啊 Cosplay有贵的跟便宜 对啊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们是有 我们要没省钱 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要高级的 是喔 他们是他们店里最高级的 你的头很像油面 对 头很像油面 本来想说就用我原本的头发 但想说这样子有点不专业 我就又戴假发 戴假发喔 好 我也是不舒服 我会觉得这个衣服 你刚才说很廉价 对对对 好不好 来 所以寒韵谷春宴来了 除全席行情还有戏吗 老师还有戏 我觉得是还有戏的喔 好 来 好 来 所以还有 美味戏就对了 美味戏啊 还好吃 还可以吃啊 还可以 老师 所以主要现在的除全席大戏 这礼拜大家都知道了 从上礼拜 藏龙扬明 从藏龙望海扬明 那来看到现在反而都还在逆势上涨 当然今天藏龙还在涨 可是扬明是下来了 收起了 可是至少除全席这个行情 真的 这个大戏比大家想象中来得大 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运价的关系 还是除全席的关系 我们一一个讨论来 好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运价的部分了 运价还涨 航运股春宴来临了吗 好 受到这个运量不足 货量不足运力增加 供需失衡导致运价疲软 低的运价已经让部分的航商航线开始亏准 我们先把它读完喔 所以说7月1号以来 这个第二大航商马斯基已经三度调涨 航线价格 累积涨幅三成 美西县原本大概从1,000块涨到1,400 出头涨到1,400 那美东呢2,400 但是呢这个叫做春宴嘛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疫情期间 它是需求的拉升 这种是良性的 可是这种是因为说 我了解啊 所以我只好涨价 其实这个是不太对的喔 就像假设说今天麦当劳生意很不好 我就为了让我的营收好看一点 所以我今天一个进那鸡腿宝 我要卖500块 有人会买单吗 这个我们讲这个需求的力道反而也会下降 这个不是春宴 那这什么宴 这个这个是蔡宴 蔡宴 蔡宴 想考我 好 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好 所以说这个是春宴吗 我个人认为是不是 这个报价也让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确实都有调涨 可是调涨有多少业者会愿意买单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所以老师你觉得现在这个复苏 还要观察看看 我觉得是还要观察 观察看看好不好 好像请总在半性半语中成长 没关系 观察看看 也不是说逆向就是说 就基本面已经变好了 可是也不是说就变坏了 来看一下 SCFI的一个指数 在打底啦老师 对 那确实你要讲 这种走势 这种走势 你要说他打底也行 可是你要说他是刚刚破底 破底的反弹也行 对喔 这个就是刚刚江江老师讲的 你看 头头是变低了啦 对啊 头低了 底底也变低了 底度也低了 所以还没确定嘛 至少你要谈谈到这边 谈到这边这个980以上到1000以上 至少 我觉得至少要先接触1000附近 对你才能定义说 好像真的有一点复苏的感觉 是好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纯粹就是运价 虽然有回来 可是不止无疑支撑 最近这么大涨幅嘛 是的 所以可能回到他 回到一个重点的 除全席的一个大戏 好不好 我们那时候来除什么 涨什么 刚好阳明长龙万海 有除全席 所以开始涨嘛 还原除全席 我们是还原除全席 来看一下 好我觉得这个是取决于一个市场的氛围 因为最近真的焦头算比较热络 成交量也有放大 好那从长龙开始呢 除席70块 当然他除席是跳空往下的 但是我们把它还原之后呢 当天是涨停板 再隔天再涨停 那其实 之前福利社有讲过 就是也是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自营商的筹码 看到可能是有一些大户 在操作权证 进行套利嘛 因为其实除息除70块 真正的大户 绝对不会去买现股 因为买了现股 这个课税课不完 太伤了 所以说呢 他利用这个权证 一样可以赚到价差 那长龙我认为说 他毕竟过去三年的洗礼 他还是在这个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 他在散布的心中 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原本说150、160 你觉得太贵不想买 跌到90块 其实价格会有吸引力 所以我认为说呢 他这两波的这个 连续两根涨停板 大概在反映这件事情 那当然长龙带动了 下面的这个杨明 杨明也一样嘛 除息之后呢 连拉两根涨停板 那当然今天稍微休息了 可是这个 也把这个气氛继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最近其实只要有 除全息的这些标的 我们再看右半边 像是双红 除息之后呢 当天大涨隔天继续 然后再来 伪创也是一样 马上这个 只要有除息呢 往往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们要来看看说 对 接下来还有哪些股票 要准备除全息的嘛 好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呢 有超过300档股票 300壮士准备要除全息啊 好 那我们快速带大家看过 包含比较指标的 有国具啊 见准啊 这个已经过了啊 来 玉民 上海商营 然后保雅 国具我们看一下 我特别想看一下好不好 看国具已经除全息和期 好 国具今天没有啊 老师怎么办 这个要还原 要还原回去 还原除全息 哦 今天有还原除全息嘛 是不是 对 而且等于根本就没有跌嘛 也是有稍微 小涨一下 小涨一下 基本上没跌啦 对啊 小涨小跌啦 好不好 所以 就今天泰市算强了 算强 好不好 算强这是国具的一个走势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所以这个 而且我会发现一件事 全资股比较没有除全息行情 除了长龙 阳明 万海 因为它的除全息的价钱比较多 是 资利比较高 没错 因为全资股可能受到 那个外资卖超的影响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好 那所以说接下来 我们就快速看过 比较指标 这个礼拜四又有育民了 会不会有机会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看一下嘛 育民跟新谱 到时候看一下嘛 还是现在看 现在看也可以啊 育民 其实表现也还不错 对对哦 表现还不错 真的哦 比较明强哦 所以除全钱看起来 现在已经很多在布置了 看起来有点味道 所以你要把我们这个 藏宝图把它截图起来 记起来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域名嘛 那下礼拜他们比较重要 下礼拜有华航嘛 华航 注意哦 不要说我们没说 放大放大 来 我们是放大那张字卡 来来 好 都有 下礼拜自己截图 好不好 自己看一下 还有星星啊 中芯店 长龙航 那下礼拜等于是 航空股的一个世界咯 很多 从货贵三雄 其实蛮多的 音乐达奇 今天都很强的股票 是是是 所以这几单股票 来 行事例的 我们来给他 自己截图 自己截图 看一下 好不好 这个就是标股的 残保图 除息什么 就涨什么 就涨什么 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好不好 全职股比较 比较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应该说全职股 比较没有这个除息啊 行情啊 不过 还是不错 这两周超过三百单股票 出现期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有什么 出现期的股票呢 可以买 接下来我帮大家 就华航嘛 竞选出几档 这个更要截图了 来 对 这是我们帮大家 有稍微挑选过 我认为机会再大一些些的 哪些股有出息呢 好 再来就华航 企机 刚刚江江老师有讲到的 地宝 星星 以及华星光 好 那今天我们就挑两档 来做一个重点的分享 我们可以留意到 有没有 特别是自营商有在买的 后会 步上这个长荣扬名的这个后船呢 大家都学这一招了 所以自营商都买不停 因为 每天都有新的要除全席的股票 你看自营商很聪明 要滑航 你看来这一招 来这一招 所以这个这一次的行情 像 货柜三球老师也讲的 不是基本面的原因 而是因为除全席的行情 自营商都明显 除全席 为什么 有些大户单充大户嘛 是 利用全赠 或者是股 股票期货嘛 是 先去买什么 先去买这些 股票期货跟那个全席 然后避税嘛 然后去堵他这个行情 当天就可以卖掉了 今天买 明天卖掉 对 不像你像你长龙 你参加除全席 你怎么样 你拿到这个鼓励 你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 怎么样 拿到 所以他今天买 明天买 所以自营商也跟着不得不买 因为大户买全席 买期货 那 手上 自营商手上没有东西可以拿给他们 他自己一定要买 他是没有错吧 我帮你补充一下 我话比较多一点 不好意思 您继续说 对 好 那所以说其实自营商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参考指标 因为其实过去在长龙 在阳明也是一样 阳明也是在除夕的前一天 自营商又大买 买了好像五万八千多张 对 其实都是一样化葫芦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都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指标 但是今天呢 我们偏偏就是要讲 一档是华星光 自营商没有买的 另外一档呢 星星 我们一并来看一下 好 孙老师你还先买这些 那所以所以华航就不重要 华航也重要 反正我们这五档已经算是精选了 五档已经精选了 自己要截图 所以看那张图你没有截到没关系 这张图你把它截图起来 好不好 对对对 这五档是精华 不按暂停把它抄起来 是是是 精华 下面两档我们就是精益 求精这样子 呃我 我 你看你看 是不是有me too的感觉 有me too吗 对不对 从他嘴里讲出来怪怪的 是不是 如果是陈彦老师就还好 蛤 蛤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她是对你好印象 说你这种你怎么会讲 像陈彦老师讲这么低级的话 是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她说你看起来不像讲低级的话 结果你居然讲这种话 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可是你错误了 她就是这个意思 她本来就这么 就这样的程度 我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帮我讲到话 对 其实我喜欢 有啦 这个意思没错 是她这个意思 其实我喜欢站在你旁边 因为突然觉得我很小资 我也是 你是吗 我没有一样的想法 怎么会这样 那我期待中午跟你主持人 没有 其实那句蛮经典的 那个陈宇蛮经典的 你是笑这个陈宇 月银哥跟美人杰都讲过这个笑 都讲过这种类似的好不好 其实这个笑话 我们大概20年前也听过了 差不多了 真的 20年前 因为我那时候还小 那时候还小 对对对 好吧 好 我们往下看 好吧 现在有长大吗 有有有 有好 来 我们看到星星 星星 尤其是在这个AI伺服器 跟高速运算 快速拉升载版需求的过程当中 当然星星也是会受惠 只是说近期他的走势 就是比较平稳一点点 我们看他 对啊 以前是有人说 他以前是很纯的 AI伺服器概念股 是的 怎么会没有 这AI伺服器 这都要高阶的载版啊 对啊 AB5载版啊 怎么会这样子 我认为当然星星 自己先看衰自己 也就导致市场容易看衰他 就像江江老师刚才讲到嘛 其实就是很多的 根本没扩产嘛 是 结果没扩产以后 他觉得不对啊 他还说 因为不扩 本来要扩产 结果扩产不多啦 肩很多啦 结果呢 诶 蝗蟲呢 一去怎么样 一去 一去发表演讲嘛 去那个Computex发表演讲 星星的董事长也跟着去啦 好 看一下他到底 呼噜里面卖什么药 他可能觉得我干嘛要减产 是不是 这个面来看一下 星星来继续讲 好 那因为其实他自己就说 我降低资本支出 当然市场就 没有办法看好你嘛 是 你自己都看随自己 我怎么看好你 所以我认为说 这是他最近股价 比较起不来的原因 但第一个就像刚刚哲哲说的 他本来就还是AI AI直接的受惠股 同时他也是苹果这次 要发表这个MRG的唯一供应商 唯一喔 唯一供应商喔 对 所以说我认为不至于到看坏 至少这档股票 也跟红海一样嘛 安全嘛 他没有涨嘛 没有涨最安全嘛 那法人的目标价呢 是看到210元 今年的EPS 应该还是可以看到15块左右 所以我认为说现在 178块左右的股价 还不算贵 然后可是星星有个特别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风险 好 你看星星跟南电 对ABU载版的 一个是全世界市占率24% 一个是20% 我们看投信 好看投信 投信你有看到 哇这个交投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 你看到它卖成这样子啊 对对对 有点很恐怖喔 投信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换股啊 因为去年要统一大阪灌啊 统一就是这个马汉全席啊 不是啊 统一黑马 是 灌他 开玩笑的 这些这些都是 前几名都有买这些星星啊 南电啊 是不是现在开始换 换 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换手的味道 有点点 有点这样的味道 你姐感觉你也蛮了解 投信的手法 是不是他们已经报了 一两年受不了了 不想报了 还怎么样 他们这一波全部都是 重压电子五哥 AI 概念股 我懂了 因为资金就这些嘛 电子五哥你看伪串 长成这样子的 受不了了 是不是 而且现在没有电子五哥 还不行 对 因为他们可能 经纪人被问到一句话 你主动试的 输被动试的是干什么 就是 买056 买00878 这些就好 所以这个伪串 每个人都标成这样子 你看 这看一下伪串 走法很夸张 所以你看这些 投信都在买这些 所以原因是因为 要换 换股操作 可是不代表看坏 不看 我不认为看坏 至少未接低 好 所以我们看最后档股票 来 好 华欣光呢 当然这个美系云端厂的 这个AI需求拉升 今年EPS可以到4到5块 那当然对应在它的股价来讲 并不算是本益比太便宜 可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 在于筹码集中 方便的话 我们来下面切一下 这个大户持股跟散户持股 好 来 华欣光的部分 来来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户的这个比例是 持续在做拉升的 等于说这一波股价 主要的这个主升段拉抬 其实是大户所制的 同一时间散户就是散户 因为散户的持股比例 刚好跟大户相反 对 刚好跟大户相反 所以我认为说 这是一档筹码非常集中的股票 因为筹码集中 导致它的股票 几乎是不回头 我们讲说AI当然有时候涨 有时候跌 永远不回头 看一下 永远不回头 不管路有多长 继续 忧伤和寂寞 感动和快乐 都在我心中 还有啊 永远不回头 不错 不错 谢谢 因为你姐应该觉得好听 因为这个歌 歌是属于我们的年纪啦 我们的年纪也没办法 对啊 我来看一下 你们的年纪 我们 你是多年轻 我在小你一个那个吧 一个什么 一个年啦 一个年啦 一轮 一个年啦 对 一轮 好来 送你年轮吃啦 对 所以我认为说 华新光在目前这样筹码 极度集中的情况之下 或许有强者很强的几率 好啊 是或许有强者很强的几率 这些老师告诉我们这些 哦 华新光大户有在买哦 所以如果这是华新光被老师 预设正确的话 我们下一次 诶 我们就吃大户屋 好不好 好啊 耶 大户屋 你想说吃 你现在越来越玉凯化了 你知道吗 对 我们在玉凯形容词 你怎么这么个玉凯啊 你怎么就是玉凯啊 你怎么玉凯啊 你好玉凯哦 变形容词了 这怪怪的事 感觉没什么不好啦 不是没什么不好 就是唱歌好听 唱歌这么好听怎么那么玉凯 你这么会吃怎么那么玉凯 你唱歌好像玉凯啊 对啊 不要误了 不要误了我 好不好 不要误了他 他说我啊 我唱歌不要跟他一样啦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很好笑 又专业 有趣 幽默 全部都有的话 最特别财新节目 大家要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小铃铛 每周到时候晚间八点上线 一刹股解盘影片 二四教学影片 最好是的话 却管理疯狂股市 福利社 烂年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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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大局 大力 多 哇 这个很重要啊 财神业我都亲自降临了是不是 一凯老师 唱歌 然后歌神等 邀请 买这套 交易之前要考虑 试骑 走 疯狂故事福利社 你先告诉你 我们家 二月一周创高谷 想先报 开始想打 疯狂故事 疯狂故事 你嘴抓好厉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该如何材质 只有谁能快点告诉我 你会好吗 你却抓了 怎么大呼 感觉好像盯着我 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 黑洋纪律 常过去是卖动 我还能看多看空 春夏秋 都有我跟 在你左右 坏就奔 换一只套 交易之前要考虑 请 疯狂故事福利社 底前告诉你 这导致 最最高杀最低 想要改掉这坏毛病 疯狂故事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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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口 尔谢光临 疯狂故事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 free free woo